在這個時代 看電視需要遙控器 開冷氣需要遙控器 就連開燈也需要遙控器 所以 玩穿越機當然也需要 一筆錢 用來買遙控器 哈囉大家好 我不姓王 我叫王鹏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 穿越機的命根子 遙控器 為什麼我說這是穿越機的命根子呢 因為遙控器的好壞 會影響到你的操作體驗 還有訊號的穩定度 你想想看 如果你飛到一半突然斷訊 那是不是飛機就直接墜落 甚至還有可能直接傷到路人 所以 選擇一把好的遙控器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 今天 我挑了三款遙控器 來推薦給大家 最便宜的 只要 所以 別再說穿越機很貴 玩不起了 好不好 首先 我們先來介紹 穿越機界的神器 X9D Plus 這款遙控器 從穿越機開天PD以來 深受玩家們的喜愛 很多神人都使用這款遙控器 就連我 也是使用這一款 而它的售價大約在台幣6000元左右 再來 下一款 就是我們的 窮學生神器 Beta FPV的 Radio Lite 為什麼說它是窮學生神器呢 因為 它的售價 只要 1000塊 左右的價格 就能買到了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是不是非常便宜 可謂是良心的遙控啊 它的外觀設計比較像遊戲的遙控 讓剛接觸的新手 會有一種熟悉感 像是在打遊戲那樣 而它是專門為穿越機設計的 所以只保留了穿越機所需要的功能 其他多餘的都閹割掉了 連螢幕都沒有啊 非常潔白的一支遙控 你們可以看看它跟 X9D的差別 你看 其實我們穿越機啊 真正在飛行的時候 只會用到遙控器上面的三四個開關而已 像X9D這麼多開關 其實根本用不太到 所以這支Radio Lite 2 它只有四個開關 四個開關其實已經 非常足夠我們來飛穿越機了 最重要的是 這遙控器非常適合拿來玩 模擬器 只需要一根傳輸線連接電腦 就能玩模擬器了 最後 我們要介紹的是 穿越機界的iPhone 我們的 黑洋出的 Tango 2 它的設計跟Radio Lite非常的像 都是模仿遊戲的搖桿 但是外觀上多了很多獨特的設計 像是可折疊式的搖桿 還有天線 還有天線 就連上面的開關都做成了按鈕式的 整體看起來變得非常好攜帶 你全部折疊起來之後 它完全不會有任何一個東西凸起來 像是X9D 它如果放到包裡面 你看這幾個開關 隨便一個中午可能壓到它都會斷掉 所以這支遙控完全是為了攜帶方便而設計的 但攜帶方便的代價就是 上面的調穿螢幕 只有這麼一小塊 大概就是跟我大拇指一樣大而已 非常的小啊 天啊 還有就是它的遙控頻率啊 跟其他兩支遙控不一樣 其他兩支遙控走的頻率都是2.4G 它走的是915的 聽起來很複雜是不是 其實簡單來說 你只要理解 915 是低頻率的訊號 它可以比2.4G 飛得更遠更穩定 但相對來說 它的接收器 就是會比較貴 像這兩款遙控器的接收器啊 大概都落在四五百左右 而這一款的接收器啊 一個單價就要1000塊 而這遙控的售價呢 大概是台幣6000元左右 它其實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這種可折疊的 另外一種是 搖桿不可折疊的 不可折疊的那個比較便宜 5000多左右就可以買到了 好我們三款遙控都介紹完了 現在讓我們去實際 去問問飛友這三款遙控器的使用心得吧 讓我們把畫面轉交給 彭主播 好大家好我是彭主播 我們現在就來詢問一下 飛友這三款遙控器的使用心得吧 不好意思這位飛友 請問一下 你對於這三款遙控器 的評價是如何 喔好啊好啊 呃 說手感嘛 但是X9D最好啦 你看它這麼大 這樣握起來很舒服啊 但是缺點就是 很笨重啊 而且你放背包 蠻不方便的 這麼大的東西 然後 Radiolite 2的話呢 就是很方便攜帶 但是缺點就是 它的手感 塑料感很重 Tangle 2的話 Tangle 2的話 手感確實是好了一點 但是還是一樣 手感沒有X9D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 沒有球方便的話 還是X9D比較好 謝謝謝謝 好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這位飛友的採訪 那我們把畫面轉交給我們的王鵬吧 好看完了使用心得 我在這邊做個總結吧 如果你是個新手 或是學生 直接沒那麼充裕的話 那這一支 Radiolite 2 非常適合你 資金充裕的話 可以選擇 X9D 有收納需求的話 就選擇 Tangle 2 但它的手感 就沒有X9D 這麼來的好 所以 各有利弊吧 就看你自己怎麼選擇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 分享 加按讚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的個人IG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我們 下期再見 掰掰